就是可能把一些钱留到那些可能相对比较发达的那些程度上 在某种程度上会不会有最高的房价等等等等 可能我觉得这是一个一个全局性的问题 可能要考虑得非常周延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在这方面我们不可不可为 有些国家的可以有一些事 包括试破 但是呢 其实大家可能对公司金诟病最多的是什么 就是说这个钱不透明 哪有钱去干什么 我这个节目的时候 其实在这边我们前面曾经讲过 就是我 好像是今年吧 突然我收到我们财务的一个 一份一份通知说 你买了房子的人要多久才能提一次 这样是可能要半年或者一年才能提一次 不过你每年房子的人可能已经征来有贷款的 还没还清贷款的 可能是三个月提一次还是一个月提 总之做了一些宣执 那肯定从公司金的管理者来讲 他有他的考量 但是对于我来讲 比如说我这个房子是我用公司金贷款的 然后呢有一粒粒可能再涨什么什么